2022年倒数一周不少人已在张罗跨年聚餐了 收访餐厅业者说现在到年底的预定已经额满 而疫情加上一些外籍员工通过旅游通道回国 让餐厅的人手短缺问题更严重 记者陈思玄报道 午餐时段最佳位于诗城大厦的西餐厅门亭若市 业者说除了跨年的预定额满外 平时也有顾客在餐厅外排队等候 全岛20多家分店11月下旬开始接到餐桌的预定 一般都是家庭居多 最佳连锁烧烤店则说11月多就已经接到很多资讯 预定从上周到跨年都爆满 人手方面 业者说全到16家分店 每间需要额外聘请5名兼职员工 不过一元难求 只好内部调动来支援 11月中开始这个hiring了 但是真的是不容易HQ的人 包括做人事部的 做account的 做marketing的 做其他东西的都要进来帮忙 我们尽量就是会呼吁客户尽量就是在那个非防忙的时间来 比方说2点到5点之间 业者也说 尽管旅游通道开通 不过不少人基于疫情的不确定性 更倾向于留在国内聚餐过节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